俄乌战争一触即发 俄罗斯最近举行了大规模的盒子演习 试射了包括超音速飞弹在内的多种飞弹 并且宣称全部都命中目标 威吓的意味非常浓厚 尽管战争还没有开打 乌克兰的边境却已经是炮火连连 甚至有官员在内 他带记者视察的时候遇到了空袭 赶紧趴下找掩护 飞弹精准命中目标 俄国公开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演习画面 出动核子潜舰以及轰炸机战斗机等多款军机 成功试射了极音速飞弹 巡翼飞弹 即可攜带核武弹道飞弹 总统普丁更是到场亲自监督 虽然成弹道导弹发射演习 只是常规训练的一部分 不应引起任何担忧不恐惧 但威吓意味显然相当浓厚 俄乌战争还没开打 乌克兰东部却早已是炮火不断 一天内发生约2000起违反停火事件 次数创今年新高 乌克兰内政部长带领官员及记者 在前线视察时 一枚迫极炮在他附近爆炸 众人紧急趴在地上找掩护 而美国白宫再次警告 俄罗斯随时都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总统拜登也将召开国安会议 讨论乌俄问题 英国首相强森也透露有证据显示 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进行三面包夹 同拜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及首都基辅 同时发起攻击 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计划已经开始 更表示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 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 记者综合报道